财经速解读 我们是财经界的空中英语教师 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 来为各位阐述一下 目前国际上所发生的一些财经状况 今天是2020年1月16号礼拜四 好那我们要关注的首要的消息 的确就是昨天2020年1月15号 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 已经正式签订了 好这一次的正式签订 已经把所有资料能公布的都公布了 所以我们就针对 最后一项协议的一些资料 来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追踪和分享 好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大陆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 在15日已经在白宫 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那川普直接在刘鹤面前直说 目前对于大陆的一个货品加征的关税 还是会维持 不会因为这一次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谈成 就会这个取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代表的是第二阶段的协议 如果谈不拢 他一样会打关税仗 所以川普已经把话 丑话先说在前面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川普已经说 如果第二阶段谈成的话 基本上 不会有第三阶段 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是 所有中国内部议题 包括结构性的改革 国有企业补贴 甚至是科技战 华为疫情等等 都有可能在第二阶段完全的谈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目前是符合部分 不能说部分 应该是符合主流投资者的一个看法 比较特殊的一点 是这对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利多消息 怎么说呢 因为美国虽然没有取消 在12月15号之前对大陆所克取的关税 但是它减少了克征的幅度 本来有1200亿美元的中国关税 目前还在克取 已经从15%减至7.5%减半了 那中国同意在未来两年内 如果对美国的工业品 农产品 能源和服务 增加2000亿美元的采购的话 那么第一阶段的协议 就算它的一个遵守 那第二阶段 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 持续的来克征 中国的一个关税 什么意思啊 第一阶段是一个保障期 就是说第二阶段 有没有可能谈判失败 有可能 但是呢 第二阶段谈判失败的一个结果呢 并不是说 之前的关税持续的调高 而是现在的关税 降到7.5%就7.5%了 之后的关税如果要克 那就是新形态的关税 OK吗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想法和借鉴 好我们看一下路透社所 针对的一个消息 路透社在我们知道 1月31号 华为的禁制令就会到期 所以路透社目前已经释出消息 美国政府是有意扩大封杀华为的 这个问题很奇怪 就是说 不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看起来是挺乐观的 为什么美国现在却有意要封杀华为呢 我们要这么去做一些阐述 目前美国政府 把华为这门企业的案例 似乎不是认为美中贸易战 一定要讨论的一个条件 而纯粹是以一个国安 国防的一个理由 来对华为进行封杀 那目前美国政府的制定的一个方式 之前我们提过 原定美国制25%的一个外国领主舰 需要取得美方出口许可 甚至不得出口 将现在的一个门槛 从25%调到10%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台湾这个有任何厂商 想要供货给华为 那只要台湾这项厂商本身的一个技术啊 或者说零件啊 有10%以上是由美国来供应的话 那美国就有权利要求你 不要这个出口到中国去 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 那你说 那如果我还是要出口怎么办 那他就不提供你技术了嘛 他就不提供你零件了嘛 所以你也无法出口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美国是具体的确要对华为来进行新一步的一个制裁 而且似乎在美洲贸易战当中啊 华为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方会让步的条件 也就是说 美洲贸易战打归打 但是华为啊 要单独来处理这种感觉啊 好 那除了华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啊 也瞬间影响到台积电的问题啊 我们到台积电目前大概有 10%的营收是 纯来自于华为啊 整个中国市场可能会到20到30%啊 但是 纯 营收就有10% 是来自于华为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其实啊 目前已经传出啊 日经亚洲评论周刊啊 引述多个消息来源啊 华府正在对台积电 实施高度的压力啊 这也不这个这个合理啊 就是说台积电为什么最近找了这么多法律游说部门啊 进行白宫的一个游说动作啊 那华府现在对台积电的一个压力啊 是要求台积电在美国生产军用晶片 以及确保这家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厂啊 可以在不受中国大陆潜在的干扰下 生产这类零件 什么意思 就选边站嘛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来为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解析啊 昨天也是因为传出这项消息哦 台积电啊 开场这个 这个 开市之后啊 就下跌8块 后来是收链到6块钱了 但是仍然是以收铁作收哦 所以整体的一个中国大陆市场的失去啊 对台积电本身营收的影响一定会非常的大 待会来我们要根据目前的一个状况来做些分析哦 当然今天啊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 今天有一位大金主要大发红包 发了648亿 也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法说会哦 我们在台积电已经改成季季配 所以每一季都会来做配息哦 目前这个 第二季的一个 性侵鼓励的领袭力啊 每股是配发2.5块 那是优于首季两元的水准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预估会有36万股民 领到这样的一个大红包哦 那从基本面来观察的话 台积电中长线的一个成长趋势不变 法说会可能啊 因为今天才召开 我们还不确定哦 法说会不见得会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但是依照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那不会太差 不会再差 包括从12月份和1月份的一个整体数据哦 这其实台积电目前的话 还是保持着这个高度领先的一个状态哦 好 那最后一点 我们会根据目前5G超标金额 支应电信基建 这样的一个政府所释放的信号 来做一些实质上的分析哦 我们知道5G现在的一个标金啊 这平补标段还在标哦 5G的首波平补 得标金本来的总预算政府是预估大概440亿左右就可以作收啊 政府就可以这个把这笔钱再投入其他5G的应用啊 现在已经到1380亿了哦 是目前国库目标的3到4倍哦 而且重点是还没有结标的吉祥 所以到过年后都会持续来做竞标 那业者目前普遍担心啊 破1500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持续这样标下去哦 这个电信业者啊 只有两种方式嘛 第一种就是这个把其他业者挤掉 所以可以获得其他业者的一个市场面积哦 那第二个就是直接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嘛 所以到时候就是呈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趋势哦 当然这个行政院目前已经通过草案了 就是说440亿就是拿440亿就好 那其他钱呢 得标到的金额呢 行政院会大量的投入到5G基地台的一个建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或多或少对消费者是一件好事啊 可能到时候5G的资费会很高 但是呢至少基地台我们可以设置的比较普遍嘛 这个是给大家待会会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追踪哦 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股昨天周三的一个实体状况啊 昨天啊最重要的日子啊就是这个刘鹤跟川普签订了中美贸易阶段 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哦 那当然啊白宫经济顾问啊库德洛也提倡进一步减税2.0之后 提倡了市场信心哦激励了美股早盘的一个开宏 那第一阶段的文本协议哦 包含了中国购买的美国商品 杜绝智慧产权权还有强迫技术转让等等条约 都是属于比较细项但是比较表层的一些议题啦 那根据这项协议内容啊 美国会对中国克取的1200亿 关税里面从15%降到7.5% 还是会继续克哦 只是说如果第二阶段的协议有谈判破裂的话 才有可能升至于原来的水准 所以中国最产业就这样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一个美中关系的一个这个利多消息啊 算是已经慢慢反映在股市上了 那中国是同意在未来两年内哦 对美国的工产工业品和农产品啊 还有能源和服务的一个增加 至少增加2000亿美元的一个采购 那之前我们提过 就是说依照目前中国的需求不可能 所以到时候他会怎么消耗这些产能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做一些关注哦 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美股四大指数表现哦 W5指数上涨6.14.0.19% 收在3289.29点 那斯达克指数上涨7.37.0.08% 收在9258.69点 道雄指数上涨90.55.0.31% 收在29030.22点 费成半道地指数下跌22.48.1.19% 收在1872.16点哦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来追踪一下台股 台股也是受到美中协议传出一些杂讯 甚至一些这个因为整体的一个实质 中文贸易协定啊是昨天台股收盘之后才发布的哦 所以在昨天啊这个台股开盘之前啊 其实是受到一些杂音的哦 那包括美国封杀华为这样的一个范围恐怕扩大 都影响到昨天台积电的一个领先跌幅哦 也导致台子期压低结算 台股昨天是终结的连四红啊 昨天收跌嘛 啊收跌87.93点 收在12,091.88点 失手12,100点的关卡 成交量是1486亿哦 还算是正常的一个释放啊 当然还在万恶之上 所以整体趋势还是看望 那农季年啊在下礼拜一就会封关了 所以目前股市啊主要会 可能在这两天会有一定的卖压 但是如果卖压还指数还撑得住的 不要指数还撑得住的话 那就代表的他就是一个买压买量 这是因为过年的大家都要包红包 这很多人都是必定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只要股市没有暴跌 都是一件好事 这个就代表的是有潜在的买盘来做接盘嘛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各位还是不用特别的一个担心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具体协议内容哦 好那昨天刚才提过 就说川普在刘鹤面前已经直接说 目前对于大陆加征的关税会维持住 因为之后还要打关税牌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啊 就是从15%1200亿的关税里面 已经减到7.5%了 所以川普虽然口头说 他不会撤销信有的关税 但他减少了关税的幅度嘛 对不对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啊 那川普目前已经透露出 第二阶段的整体贸易的一个架构啊 就会针对所有川普之前所提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都要完成 什么意思啊 不会有第三阶段的谈判 他并没有要分阶段了 所以下一个阶段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难谈啦 这个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哦 但是因为过年前 这个也没过几天了 所以我们先讨论一个 比较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就是1月31号的华为禁制令 快要到期了哦 我们之前提过说 历经13轮的高层谈判啊 美洲贸易战第一阶段虽然谈出了一定的结果 但是后续 后续要谈论很多议题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 就是华为这个议题啊 是不是可以纳入到谈判条件里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华为是一个可以谈判的议题 那就代表的是华为它有办法在后续的一个股价 或者产业的一个5G带领下 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效应呢 如果华为是不能谈的 美方就是会一直打压 哦那中国就会很头痛哦 这个是目前所呈现的一个问题哦 对美国而言啊 选择让步贸易领域上的部分关税措施啊 他反而宁愿在得罪业者的风险下 选择增强对华为的限制力度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一次照理来讲 1月31号的一个华为禁制令啊 很快就会到期 照理来讲如果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啊 适度的解除对华为的一个制裁的话 你想想看 因为华为整体的供应链啊 不只牵涉到台厂哦 包括寒厂 包括日厂 包括煤厂 本身都会受到影响哦 川普宁愿得罪这些全球的一个业者 他也不愿意开放 对于这个华为力道的一个管制哦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反而选择是 那我关税坚定少一点 但是华为我一定要继续封锁住 这种感觉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对中国来说啊 其实削减关税和汇率和采购方案都可以谈 但是华为是未来中国5G技术的一个领头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 照理来讲啊 本来大家会觉得华为 好像就是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谈判 八根银的一个筹码 但现在来看的话 美方似乎没有想要运用 或者说他可能想要在第二阶段的一个谈判条件当中啊 再把它当作一个棋子 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第二阶段呢一定是一场持久战 而且两强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通盘的想法 包括普遍的投资者和经济学家 也很好奇啊 第二阶段没有第三阶段哦 第二阶段就要把所有议题都谈完 那得谈多久啊 那如果如果有一项谈不成那是不是其他完全作废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很头痛 我们要知道第一阶段谈成就是谈成了 第一阶段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没有遵守合约的话 美国就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进行制裁 所以第一阶段谈成就是谈成了 然后除非有例外 那第二阶段的话 如果细节上有很多问题谈不拢 那其他问题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来做一些观察哦 我们马上来聚焦一下 目前美国扩大对华为具体的一个限制哦 对于整体台湾产业供应链的一个影响哦 那目前啊 美国现行法已经规定了 美国制造的零组件 占产品价值的25%以上 美国可以要求获得许可商务部已经起草了新规啊 把这项扩大的微量原则把比例调成10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未来啊 产品内美国制造零组件啊 只要价值超过10%以上 美国就可以禁止你出口到中国大陆 什么意思啊 如果台积电本身的晶圆代工的零组件 有10%的价值哦 是来自于美国 美国就可以可以要求你不要进口到 不要出口到中国去 那如果我还是要出口怎么办 那我就不提供你这些技术 我就不提供你这些零组件 你就连生产的条件都没有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对于整体的全球产业链 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 因为不知道 美国什么时候会进行这些厂商的要求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整体对于不管是台系生产链 韩系日系啊 都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啊 每个人都在想 什么时候这项法规 会真实套用在国外的一些产业链上面 我们知道台积电晶圆代工的营收比例啊 有10%是来自于华为 整个中国市场大概有30% 光是华为就已经占了三分之一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大力光营收占比华为也有20% 联雅20% 文贸15% 既已经做这个十英元件的 也有20% 哎 你要知道啊 瞬间少了20%的营收那是什么概念啊 那个是股价至少 至少跌个15%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造成了非常大对于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后续来观察 那至少中国已经明显知道 他美国是有这一项优势 来进行这个对中国的制裁的 这个是目前传出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华府目前已经开始施压台积电了 日经亚洲评论引述多个来源显示 不止对台积电施压 而且是要求台积电 在美国生产军用晶片 以确保这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不会受到中国潜在干扰 你讲白了就是美国就是要你选边站 你可以生产晶片 但是只能生产美国的这种感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11月份之前 川普只要还没有总统大选选举完毕 全部的一个压力 施压顶都会持续造成目前整体供应链股价的不稳定性 这个是要给各位做一些参考的 就是说未来美中贸易战 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 台系供应链的影响是来自于美方的一个要求 可能美中因为第二阶段谈判太长了也很难瞬间就谈判破裂很很长 所以很可能影响股价的变因 来自于美国政府华府他所释放的一个消息 这是要给各位做一些借禁 那当然台积电今天刚才谈到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法说会 所以美股配发2.5块 那当然是由于之前首季的二元水准 那台积电现在是继续配嘛 所以全年大概累积大概是10到11块的现金股利 值利率不算高大概3.5%左右 但是因为台积电最近涨太多了 我们要知道值利率是属于配息金额除以它的股价 如果你股价一直涨那值利率当然往下掉 但是股价涨的同时你也赚到它的资本利得 你也赚到它的价差了嘛 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台积电去年第一季是上演秒填息的一个现况 那第二季是花了10天就完全的填息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台积电今天释放股利 我相信在未来一两个礼拜 或者说过完年之后的一两个礼拜 前期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这边提供给各位 当然最后一点我们刚提到的是5G竞标的议题 5G竞标已经来到1380亿 超过政府原本预计的440亿元 那政府目前已经公开说明了 超过440亿的他都不要 440亿会纳入国库 但是其他钱呢 会全部纳入到目前5G整体台湾基地台的一个建制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但是各位要知道标金这么高 不是转嫁给消费者 就是业者自己要吸收 你觉得业者会怎么做 所以整体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 5G的支费案 目前普遍所有的投资者都是怕怕 反而不是消费者怕 为什么消费者 那我用10G就好了 我干嘛用5G 所以普遍是投资者 投资5G产业的电信业的这些投资者 反而会有点怕怕 就是说 那有人会办5G支费吗 如果你现在的标金搞的这么高 对不对 不转嫁消费者 难道转嫁给谁 转嫁给自己吗 不太可能嘛 所以5G后续的议题 我们还是持续来关注 我赌啦 可能会超过1500亿 因为到过年后都会持续来做竞标 目前已经来到1380亿了 我认为如果超过1500亿的话 政府就有可能 要重新再来一次这个竞标的一个过程 因为1500亿啊 造成的资本的一个支出实在是太宝大 这边提供给观众朋友 做一些想法和借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做一些分享 大家今天都没什么问题 大家今天都很开心是不是 那过年前都赚薄薄 相信因为下礼拜一就封关了嘛 整体台股的一个趋势 不会有什么大幅的一个变动 但是至少 从2019年到2020年的1月 整体的一个台股市长 和全球市场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就是要记得一点 2020年啊 如果有修正的话 各位要知道 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 后续的一个观察 因为台股已经 2019年就涨了20% 10年以来 从来没有涨过20%之多 如果今年啊 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的期待就是 正报仇就好 真的正报仇就好 因为 我们领个鼓励嘛 那是正报仇就好 因为整体市场的一个架构来看啊 今年才大涨啊 那就明显就是泡沫破裂的 边缘了 对不对 这边提供给各位了 好了 那我们一样明天早上8点半 再为各位做一些 早晨财经新闻的细节解析 也欢迎你 把我们的影片 把我们的音频 分享给任何想要学习 简易财经知识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就 明天早上再相见啦 拜拜 拜拜